好,国际焦点,我们要持续带您关注到的是黎巴嫩争主党成员所使用的呼叫器发生爆炸之后 竟然又传出第二轮的爆炸,导致20人死亡 从当地民众拍下的画面,您可以看到黎巴嫩首都街头窜出浓烟 因为当地疑似又发生了第二轮爆炸 根据英国BBC还有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这一起爆炸造成20人死亡,还有450人受伤 那为了保险起见,不少黎巴嫩均紧将手上的对讲机BB Code等设备先处理掉 就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